那时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 而轻视他人的人 设了这个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 一个是法利赛人 另一个是瑞利 那个法利赛人立着 心里这样祈祷 天主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 惹索不义奸淫 也不像这个瑞利 我每周两次进食 凡我所得的 都捐献十分之一 那个瑞利却远眼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 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我告诉你们 这人下去到他家里成了正义的 而那个人却不然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比较贬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比辈高举 我看你 感谢观看